打造最強音樂平台 WSM 環星娛樂 字幕提供 到了我們藝文館藝術文化節目的時間 我是Morris 老文青 很高興今天請到這個 我覺得你是很幽默的一個人 多謝 Handrian 陳婚仁 真誠實 像一個新加坡人 你真是很自豪 因為在香港真是無人不識 多謝 真的 我做過檢查 我知道要訪問你 我問陳婚仁的事 每個人都說到你的歌名 多謝 由張學又說到現在 多謝 真是厲害 多謝 你其實來了香港幾年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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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到現在 結婚到現在 08 都很久了 好 因為時間所限 我們只剩下15分鐘 如果大家到時沒有時間 讓你慢慢說 那我就簡單說 我理解 陳婚仁就是一個新加坡人 好了 你其實讀書很厲害 其實可能你有發展 但其中一個很厲害 就是音樂 在音樂上 他很有才氣 讓一些香港的音樂圈 可以訪問你 我看資料 就說其中一個是張學友 真的嗎 嗯 那怎麼會感受到當時 你這個所謂年輕人 因為明星 歌星會透過出版公司來收歌 要出碟就要收歌 大學那時簽了一間 新加坡的出版社 這個出版社的老闆 就把歌 提供給收歌的組織 被立用了 哦 所以其實你的歌就在香港 就叫紅了 當時 過獎 多謝 但是 接著我知道你的歌越來流行 於是 甚麼令你決定說 我們香港發展 哦 是這樣的 故事就是 陳婚仁 喜歡演 喜歡音樂 想做搖滾明星 十七歲 抑鬱症 更加 掉進去音樂的洞裡 因為音樂是逃避 那我就 處理到我的不開心 有甚麼抑鬱 其實是 不開心 還有想歪了 是否讀書太厲害 不是 很 lonely 新加坡都有類似 伯瑞和那沙哥 兩間學名校 一個英語 一個來佛士 來佛士 就是 在那裏讀 就做官 英語 那裏做了 就會做生意人 類似 那麼好啊 類似 類似 這是一個 branding 大部分是假象 因為有學校精神 個個就是 我校和滴校 我們是 我們是不對的 井水和油 有 那你們那邊英語 有沒有像我們英語分開 Houses 有 有 我們沒有 是嗎 有甚麼名字 Noble 我忘記了 沒有 沒有 總之 名校 名校一 因為讀日文很厲害 名校二 有免費讀日文A-level 就走過去 然後發現他們不是在救日文 他們在救日本歷史 日本社會學 日本科學 我用甚麼讀這些 我要語文 就說 行了 我不讀了 回去 那時候已經很多人不開心 整班人都不妥 然後回去 哇 當然被學校欺負 不止是學生 老師都欺負 因為老師都是校友 都是教學生 即是覺得你好像出埋了英華 你出埋了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和你們有十年的舊情 他們養了你十年 你竟然去到 你去到敵人那邊 還回來 我回得你這麼順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游水 英華是最喜歡游水的人 而且你好像代表過新加坡國家 是的 很厲害 但是我進去 我就不練游水 因為我已經不想 和抑鬱症一關 這是另一個話題 那個點就是 回去 被同學欺負 被老師欺負 差不多這樣我就崩潰了 變成抑鬱症 因為抑鬱會很想逃避 音樂是一個好會逃避 我更加專注想做音樂 之後就一直自學 音樂越做越多 演出越好 開始寫歌 寫歌開始有發表 然後張學友唱了兩首歌 還有有收入 我懷疑你應該賺到很多錢 寫歌收入不多 不多 寫歌收入是一個量多 你才能養生的工作 寫歌是 我第一首歌是張學友的 和好不與初 和雪山非湖的愛你痛都不知痛 我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張學友是誰 所以我小時候只聽英文歌 為什麼只聽英文歌 因為我覺得中文歌很難聽 因為我不聽收音機 我聽中文歌的來源 只有一個朋友 同學他們唱歌很難聽 所以我覺得中文歌很難聽 但我未聽過原唱 我會講一下這個人 原來這個人就是海南人 所以廣東話是一般 我問他 問南話行不行 都是一般 原來主要都是英文 海南話 和家鄉話 和日文 日文 真是日文流 我還很喜歡日文 讀到高中 那你奧得日本女朋友 日文不代表認識日本女朋友 反而鬼仔認識日本女朋友 會比較容易 是嗎 你越不懂得說 他們越想跟你說 越可愛 你在說男方 男方越不懂得說 就越吸引 你越親切 你就沒有價值 但我想問 你一個男生 又這麼遠 你知道做音樂那一行 又不是越新 我給你一個月多少錢 你過來都可以生活 那你為什麼 那時候有勇氣 撿包袱 你說快了 那時候 我大學都未讀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基本上沒有上學 一邊練習演繹 去酒吧唱 然後 大閒的時間 做這些監製的東西 我的大突破是 終於有人肯用我的編曲 肯被我當監製 那位先生就是陳奕迅 他的第一首 他的第一首 國語專輯 在台灣發行 叫做《反正是我》 那首碟 他叫我做四首歌 其中一首就是《愛事懷疑》 那時候是多少年了 200 200 200 是的 我大學最後一年 我記得是 那你大學到什麼 他有這麼空間嗎 經濟學 這麼空間嗎 那時候醫生就說 不如我去新加坡錄吧 就你嗎 我想有另外一個監製都一起過去錄 所以我想是大家想過來玩 那我就很方便 那我第一次獻給Eason 那我就已經沒有同子聊了 然後就開始有人找我做監製 但是因為我做國語歌 所以大部份的工作都是台灣 小部份的工作在香港 慢慢開始多 香港的藝人 喜歡找我做他們國語唱片 就來香港做多 那我就發現香港的文化 是比較接近我的性格 為什麼呢 比較適合我的性格 因為香港是有一說一 有二說二 在台灣 就是這樣繞個圈 吃了十次飯都不知道他想怎樣 但是我又猜不到 人家是禮貌 但是我猜不到你想怎樣 我準備不到 我是一個那些 鈍鈍乖乖的學生 所以你就 是真的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猜不到 我就不懂得處理 那在香港就是 那你平時就是一萬元 但是今次我就是掠你 我就是掠你 我就是掠你 就只是給你六千元 你肯不肯 但是我反而會懂得想 六千元我行不行 好 六千元行不行 我不行 你令到我們香港人很開心 因為有些人就說 香港人很尷尬 很沒禮貌 但其實在某程度 我覺得在香港好 大家不會猜來猜去 那些人很直接 那些人很直接 對我 對我 我喜歡這樣的交往方式 那你終於就收拾包袱 就來香港了 然後就在香港 我開了兩間studio 其中一間在香港 在這裡做了一會 就發現幾好 為何這麼搭水 開studio 因為那時候 我開始有少許名堂的時候 那個年代是不流行去做studio 因為首先出去大studio 一個一個不斷倒閉 好像烏鷹一樣 一個一個死一個 然後做監製的 最底的做法 就是自己有一個地方 然後就 所謂就是自己吃了那筆水 但其實是吃不到的 只是你有自己的studio 你就不怕那些藝術會過時間 因為藝術會過時間 可以搞到整個預算 爆補到沒有人有錢賺的 對 有些藝術會做功課 進來三個小時 或是鄧麗君 做功課進來兩個踢完 但有些藝術是喜歡在這裡 吃九個小時的飯 然後才開始唱 然後唱三十個踢 明天再回家 覺得不夠好 明天再回來 最後整個預算就死在studio 其實你是租了那間契房 給人家吃飯 你是很陰謀的 不是 我是說事實 我記得有一次 我第一次去台灣做事的時候 他們給了一個挺好的預算 我挺開心的 誰知道每天 整間唱片公司都會下來吃開飯 整間唱片公司都會下來吃開飯 然後我 約你的 約你出單 然後是落我的單 這樣就明白了 當然不是每間都是這樣的 有些藝術很豪爽 現在你還在香港 繼續都是以studio做下去 還是不做 現在沒有什麼 現在就是一個非成物養的狀態 好像電影一樣 老增入定 是 因為你現在太多煩燥了 不是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是我的行運 因為有拍到電影 有拍到電視 最開心的就是我父母很開心 因為他們覺得音樂我不能吃 兒子要做音樂 他們要哭 現在你當然證明什麼都找到吃 是吧 我是證明什麼都要苦盡今來 沒有免費的午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香港演藝是很開眼界 為什麼呢 因為超級中央 影視歌都是一個小城市 在裡面 總之你跑到隔壁茶廳 再跑回來 你就可以見到所有人 他們說在觀塘活動 差不多這個建築過 那個建築就搞定 Anyway 第一次 因為只有15分鐘 都談不完所有事情 還有我跟他們聊天 覺得很有趣 他是有些知識分子 或者是英式幽默 有些事情他不會說很多 但彈一兩句 但那兩句就是個punch 那如果覺得第一次好看 你一定不取走愛之外 就記得按訂閱 因為我們的program 都要靠你們的support 那我們第二節 就跟Heng Jin 陳婉仁 講一下這一壇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那第二節看看這一壇 是什麼東西 很厲害 回到我們藝民館的第二節 老文青Morris 就跟陳婉仁Heng Jin 聊天 他剛才說了他的很短的平生 說不完 好了 第二節 可以多說一些 大家想看你的演唱會 都知道什麼時候 那什麼時候呢 到底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我知道 你說吧 小子 老文青 姜都是老的 演唱會 在10月5號、6號 是星期六和星期日 是的 那個地方就是新浦江的東浦 開演唱會時間就是7點45分 那陳婉仁就在這裏搞音樂 叫做RAW Jazz Show 他說是要拿著掃 請問你解釋 你真是壞 這個我是想著 用來爆GAT 爆了GAT 那你這麼聰明 你當然馬上想到第二個去review 好吧 勝利貴言 多謝 你這個 我不是太會Jazz RAW Jazz 是一個正確的程度 還是一個演唱會 好 我幫你 你教一下我 快快解釋 好 RAW Jazz 是我第一隻爵士唱片 在15年前發生的 這件事 那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的誕生呢 因為我根本就是想做搖滾明星 想出碟 根本就是沒有唱片公司 肯幫我出碟 因為 那是重重原因 你這首歌 是前位 不可以 但你可不可以留下這首歌 交給我的藝人來唱呢 就已經很難 一一二就是 這首歌和你的樣子很不合適 簡單來說 那也挺受傷害的 這些是正常的 即是 你可以找個明星回來捧 你還是找個帥哥 對嗎 他不懂得看你的內心 你懂得看就可以了 多謝 多謝 我想我現在沒有戴眼鏡 你真的 唉 死了 不是 我走了 先留下 好 那 想出碟 然後每個人肯幫我出 累積了幾年的經驗 有些名氣 做監製、寫歌 有些儲蓄 然後就決定自己試一下 但是呢 又怕 所以就不如試一下 我最不拿手 難度最高 最冷滿的一行就是著事 你試一下出自己一隻碟 那這個是一個好的點故 對我自己 因為我學會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 少少低B 你突破自己的恐懼 的一個走出第一步的方法 你因為反正都會失敗 試一下 不會怕雨 這個唱片 那個George S的唱片風 都是一個出名的朋友 設計師 韓國 美籍 他幫我拍照 然後很聰明 為了我省錢 那個CD的Pocket 那些紙反過來 來印 它就好像舊紙一樣 但其實是同一個CD紙的 只不過是反面 然後就變成一個 舊的黑膠唱盤 這樣的一個look 那我這隻碟出了 怎知道 好賣得 好賣得 透過一些好像黃子忠 這樣的朋友 就 認識了一些 他們去給一些人聽 然後請我去唱著士節 對 出國 很好玩 然後就變成一件事 陳會仁和著士 但最重要的就是 陳會仁你可以自己出碟 不用怕 之後就自己出自己的碟 那次不單止沒有虧 還有些收入 是的 沒有虧 有些收入 真的要看你如何計算 因為可能我不做這隻碟 我可以打麥當勞 可能是一樣的收入 是的 但是 因為你的日 是計 一個小時的一錢 是的 你這樣計算的時候 其實通常都不值 是的 但是 特別是你努力的東西 有時候浪費很多小時 是的 所以努力是愚蠢的 愚蠢 我寫文都會努力的 很慘 可能十幾個小時 寫過二千字而已 所以 知識分子是愚蠢的 是的 除非會做生意 越聰明越愚蠢 不是 大智若如 聰明笨笨笨的 我是堅笨 無論如何 為何會引致你這件事 現在恢復了 就是想 祝福這件事 重新分享這件事 可以跟 十年前的爵士粉絲 再聚會 再 回顧 其實 我們只要夠膽 走出第一步就可以了 不夠膽嗎 怕雨嗎 那就 做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 不可能的 你無論如何都會走出第一步 但我想問 這件事 就是把你當年的唱片 那些歌 拿來唱一次嗎 你想得太直 太直 是的 著士 是一個很自由的 當然我會唱一些 那首唱片很紅的歌 但我會唱其他歌 那關鍵是 剛才我跟你說的 那是表面的故事 真正的故事 是這次的 Roger 十五周年演唱會 是一個朋友的姓會 我認識了四個朋友 一個叫做 安和 steve 第二對是 hugo 和 Fion 他就說 不如玩一些 你不是十五周年 有什麼好 十五周年 有什麼好 十五周年 搞演唱會 不要 搞派對 所以是派對 意思就是 你買菲利進來看 我請你喝威士忌 哦 那你不是固定座位 要進來站 不是 有固定座位 但一邊坐 一邊喝酒 都可以嗎 你這麼瘋狂 我不會讓你站 你坐下 你要睡 你可以在這裡睡 但是喝完再進去 還是一邊喝 喝完再進去 口渴就出來補飛 喝完再 還口渴就可以喝幾杯 再坐的士 哦 請問你那個演唱會這麼長 你會有誰跟你一起玩呢 在這個舞台 演唱會不長 是一個 爵士的standard length 即約九十分鐘左右 很傳統的 很不可謂嚴肅 即是很正盪的 正規的一個 爵士演唱會 有Ted Ted Lo Ted Lo 是名人 Ted Lo是大師 很多人是學生 你是不是 我又不認識 但我認識很多人說 Ted帶我 inspire我 我做了這麼多年爵士 他做了更多年爵士 我們從來沒有合作過 這麼巧啊 但你應該認識他很久 Ted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一兩次 我是認識Eugene 因為Eugene 去新加坡 演唱會演唱會的時候 晚上一定會落我們的 有些小巴仔來踢 我認識他 Eugene Eugene 是一個香港著名的爵士樂手 他是國際級的吉他手 Ted是國際級的琴手 他是很喜歡 他雖然琴很厲害 但他最喜歡打鼓和騰吉他 這個是沒有人不明白的 好像Michael Jordan 他籃球很厲害 但他終於是打棒球 Anyway 我又來了題了 所以這個show 就是我帶著多一個大老師 去present下一代的勁人 你到時有年輕子女 Din Lee 他就是下一代很厲害的鼓手 我沒有跟他合作過 Ted說他可以的 他已經很厲害 Ted有Din 出來搞辣 然後還有Sylvian Sylvian會彈Basey 是一個全新的組合 我們沒有夾過 但是你有沒有壓力 這個show對你來說 沒有 就是真的開party 那個演出我沒有壓力 那就是說叫觀眾 買票有壓力 哈哈 永遠有了 這個 買票有壓力 因為 買票 不是買票 買 買票 買票 你們買票 是啊 但是我想問 那就是說如果那些期待 我來聽你 作給香港那些流行歌手 那些流行曲 那這個演唱會 就不是這一類風格 可能會有呢 哈哈 Bonus 這些可能 我們廣東話 有一句叫 妹仔大過主人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即是理論上 那個lady走遷 但有時候可能 那些Bonus就大了 於是來到 都聽到很多 你很紅的歌 你不是那些 你不是那些 會貪心到想我脫衣的人 哈哈 我知道你很厲害 現在都厲害 是嗎 厲害那一輪 現在都厲害 是的 維持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幾年了 八年 好像有一輪 你剪了一塊塊 拍出來的人說 真是假的 是否是photoshop 現在就很多塊了 很多塊 還有很多上年紀的朋友 覺得好像很奇怪 好像在燒走肌肉 可以吃蛋白粉 還有吃蛋白粉 那些所謂的老人蛋白粉 我做過研究的 其實是貴過那些運動員的蛋白粉 我們不可以賣廣告 但是我這樣說 如果你有什麼 想查詢的話 你問問Morris 我給了他 我家裡正在吃那隻 剛才我問你 會不會生暗瘡 你說傻的嗎 怎麼會生暗瘡 雷果醇會生暗瘡 熱氣會生暗瘡 你吃炸雞吧 好 請問你現在做健身 每天做一次嗎 是呀 難道每天做十次嗎 不是 每天早晚兩次 你早晚兩次才能訓練 你做三個小時 早上過半下 晚上過半 會肌肉勞選 會發炎 會發炎 儘量小心 做運動不是一件急的事情 但現在你做到不用PT 不用健身 我不找PT 但我要在這裡 多謝我第一個PT 他叫王家豪 那時候我很肥 我已經二、三十年沒有做過運動 他不斷踢我 叫我做 我出了名 最后名是做太多 他叫我做十下 他會做十一下 正常人是叫做十下 他會做六下 盡量偷雞 我知道你瘦了就肥不回 不是很容易肥 不是很容易肥 即是你現在也是克制的 我也是肥底的 克制是 我想過了 一個三四五十歲的人 還可以跑步 你去到七十歲 很多人的關節允許你跑步 那做甚麼呢 散步 我現在就是每天散步 你用不用 你真的要欠 你現在要散步 我猜你跑到韓港聲都行 八公里 特地去行 哦 不用快 那你就會 那你去哪 你去跑步 總之你找到 你找到 機也可以 我買了一架機 放在家裡 終於是老婆走 那我就出街行 出街行 他又難得肯走 那你怎麼找到這麼大的公園 讓你走 在街上走 在街上 香港那麼多街 嘩 請問你跑到哪 讓你的粉絲截著你的名字 你想知道嗎 是啊 淺水灣 淺水灣 那就難一點去 有多難啊 那些豪宅區 地鐵 有海洋公園站 在那裏下車 你真的騙人 你不要走過壽神山 深水灣 才到淺水灣 你的地理很正確 超級正確 絕對是讀書人 不要說那裏是荒郊野嶺 是的 我是說淺水灣 不是赤柱 所以其實很容易行 歡迎 淺水灣很漂亮 沒有 我覺得你實際買到百分之 就看你脫衣服 到時益一下街坊 大家都叫調氣順一點 好 一百張票 就脫衣服給你看 有一百張票 那你便脫硬 你賣一百張 誰知道買一百張 一個人大一百張 我教你到時大家合起來 說自己一起買就可以了 對 對 就是這些招數 這樣便很好 因為這樣大家便會朋友 朋友 一起來看 那就好玩了 一起來威士忌聽歌 好 好 我們好看當然是按訂閱 幫襯一下 到第三節我們便認真一點 說一下你聊到香港 究竟流行音樂 香港樂壇現在是怎樣 我們一會兒嚴肅一點 你很喜歡嚴肅的 是 即是分析一下形勢 好 我陪你玩 他就是 幽默風趣地嚴肅 想看這麼有趣的嚴肅 就休息完 我們再回來 好了回來 藝文館藝術文化節目 主持 老文青Morris 剛才大家看了 他的個人故事 這個演唱會 10月5號、6號 在東蒲的一個Jazz的Music Show 嚴肅一點 我和你太多的開玩笑 香港樂壇有兩派 有些很樂觀 有些很悲觀 請問你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 樂觀地悲觀 有些很好的曙光 我講事實 沒有人喜歡聽 事實就是 音樂是隨著科技成長 爆棚 賺大錢 亦都是隨著科技衰退 然後歸零 為何會 好像學生很理想 一些都不理想 其實是很邏輯的 甚麼都沒有的時候 突然間生了收音機 突然間 我不用現場都聽到 然後 你又可以錄帶 錄點嗎 好像是黑膠 然後黑膠就可以 我不需要等收音機 我隨時都可以聽到 然後 帶 各種各樣的帶 然後是CD 因為這些東西 跟黑膠比起 他就可以買得越多 越多人買到 他的利潤就越高 當去到八年年代的時候 就開始大增長 因為套裝帶真的很便宜 你賺的利潤超高 然後套裝帶又很小 可以擺的店位是超多 開始變成一門生意 CD爆炸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突然間覺得 這個套裝帶 聽拆轉 它變白 音質又變 CD是永聽不變 還有 它的保證長壽 然後我之前那些套裝帶 我再買CD版 CD就好像有假象的消費 是 是 你明明只是買一張 一個份量的新作品 但因為很多人買舊貨 買舊貨 來儲 CD版 一便四五六七八 CD那一年期 大家覺得音樂很賺錢 是啊 但是這個是假象 因為這個不可能永久性的 那些人一儲舊 我已經買了我的Eagles Beatles 我買了我的Warner 我不會再買 現在 勾了一堆東西 要養它 關鍵就是 因為你有一堆東西 你不會再買 意思呢 CD的銷售 每年的銷售量 會跌 自然的 因為去了網 No 未講到網 然後去到NB3 NB3 你有電腦 你有工具 你就可以不用拿著一堆一堆CD來聽歌 然後CD價值愈來愈衰退 所以賣什麼 賣春 然後去到Napster Napster有很多人免費可以拿到 然後 我為了解決Napster 這個Spotify 還有騰訊 還有KKBOX 我們就Stream Streaming 你就不需要 你會給月費 你不是免費 但是呢 你亦都可以 叫廣告商幫你交月費 你只要聽廣告 你就可以免費聽 還有那個Library大了很多 音樂呢 簡單說 就變成一個免費的東西 好像街燈一樣 我出門 我就預期有燈 因為有人幫我付錢 街燈是政府會幫我付錢 音樂是廣告商幫我付錢 那這些平台便很爽 因為它又收到月費 又收到廣告的錢 那同時間呢 它又可以 它就 給一個license fee 給一些大license的owner 來用他們的歌 那其實這些licenseowner又開心 因為 平時音樂的這個Structure 是 我每出一個產品 我要等六個月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我才見到一些錢 我才知道我是回本 賺錢還是虧錢 但是呢 對 跟Spotify 或者這些platform 對接的時候呢 我馬上知道是多少錢 挺好的 現金是 現兜兜 那你就見到呢 Spotify爆了之後 很多唱片公司呢 他們就不斷投資科技 不斷投資很多東西 他們突然間很多錢 他們不知怎樣處理 那 為什麼他們是投資科技 不是投資人呢 不是投資歌手 歌星 新IP 那就是他們不相信那件事 為什麼他們不相信那件事呢 因為呢 現在的消費群呢 還有宣傳管道 都已經變了質 沒有人會買隧道口 你買到隧道口廣告 也都不代表有人知道 你出了一張新作片 反而人家就會靠網絡 但網絡有一個不可靠的東西 就是網絡的隧道口 是貴過隧道口 當然啦 網絡的不是隧道口 你都不知道有沒有人看 那你怎樣花你的筆錢呢 你要花多少才有效呢 已經不是一件生意了 所以音樂已經開始歸零了 沒有人買音樂 現在好似很多人聽音樂 是真的 但都是聽舊歌 所以新歌是沒有人聽的 因此呢 音樂人 做音樂的人 這門技術 只會越來越不值錢 但是呢 我又做一個反方向 即不代表我不同意你 我很同意你 有些人又說 這樣就好 多些歌聲霧出 多些音樂人霧出 因為你上網 就很容易找到一個 minority group 會讓一個小眾去追蹤你的東西 不會 因為你懷孕不到生 你總有一天需要交租 任何人 那你交不到租的時候 你會不會繼續這樣去拍片 出自己的歌 自知 唱片 自知 拍MV 和你做明星呢 你不會 所以難怪每個人一會消失 一會消失 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懷孕不到生 交不到租 那很多時候就說 麻煩你問你老爸 帶著一百萬二百萬進行 都會消失 消失 如果你是那些 現在那些 有幾個出名的藝人 他們就是 可能爸爸 或者他們 他們有一百萬二百萬 但他們兩個MV就搞定了 那你之後第三個MV怎樣 你都要想辦法 你沒有錢再花 你消耗了你的資金 你都要有資金來源才可以有輸出 繼續輸出 因為你要消耗 資金慢慢 就好像做生意一樣 那 所以要有入才可以有出 那你不要入 你就不能繼續出 這件事要停 但剛才你用的字眼說 我樂觀地悲觀 請問樂觀在哪裡 樂觀就是 因為不會死 因為是免費的 每個人都會開心 明天一幕的人會很開心 大家儘管消費 是免費的 免費還叫不叫消費呢 免費啊 真的不當消費 現在的人說 反正不用錢 就上去裝一下 就是這樣 對 這個笑話就在這裡了 因為 你聽說的電費 比消費更貴 是 還有 我期望很多贊助 都不靠賺我的錢 可能有別人在貼 我們是這樣的心態 你連帶舊歌 其實都是這樣的 舊歌你上網不用錢 那便又要聽舊歌 是 即是我們會說 是 youtube會找他的數 不用怕 我幫他聽他多些 讓他有機會分多些 即是我們是這樣 即是作為消費者 我不太明白這個問題 以及這個觀點 因為你下載得多 聽他的首歌 那聽說 youtube會跟那個 copyright owners 會分錢 這個是消費者 令到自己覺得 好過些的一個方法 其實養不到那個 musician 你聽一次一毫子都不止 可能有幾萬人聽一次 又會有一毫子 那你youtube都分過錢 我從來沒有見過 因為這個是跟youtube 不同國籍的收入制度有分別 美國就收得多些 其他地方就收得少些 但另外有些人說 現在是個主題 你紅了 我們又有個內地 你四十個城市 你是表演 你都夠做 這個說法你又同不同意 如果有人肯投 那麼多地方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演唱會都需要一個 主辦方和一個地點 這個你就不斷 主辦方和地點都是錢 是的 那有沒有人提供這個錢呢 沒有的話就會很難 那現在有些有music夢的年青人 說我想入行 那即是你換之就叫他 想清楚些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還是他會有些方法 可以避免你剛才說的問題 我以為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入行 唉 你不要嚇死人 首先你應該這樣看 是 如果你有個親戚 他很年輕 他說 啊 uncle 對 uncle 好嗎 入行 你會怎樣跟他說 我說如果你不用養監 就終於自己去 去探索你的夢想 那不就等同不好 意思就是 如果你沒有liability的話 在身 你就go ahead 花你時間 不是 你go ahead 薄一下 好大的樂趣 go ahead happy 對 go ahead happy 從 我想說有世界 好啊你go ahead 沒有分別的嘛 性質沒有分別 因此你已經答了自己的問題 因為價值是沒有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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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渺少 現在 五十年前 或者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有機會 你會在一間酒吧 一個很能唱歌的人 在那裡上班 嗯 然後你會覺得 喂 你出唱片 我會捧 我會光顧你的 是呀 那時候真的是這樣 OK 那我們就說 好啊 他就說 好我搏一局 那 找食 他找到食 那找到食的意思就是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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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進步 他有時間 和本錢去投資 放在自己的進步上 嗯 我越唱越好 我的音樂越做越好聽 就可能有多些人會想聽 嗯 因為我有時間去投資 我有這個 青春 我救到租 嗯 是呀 青春 青春無敵 那 到現在了 你問一個年輕人 他願不願喊窮十年 二十歲的年輕人 十八歲的年輕人 還有他們說 都要結婚生子 就是很多現實 那 那就 更難了 更難了 所以我正在說 不是音樂不好 音樂很好 音樂這門技術 是可以 可以養生 可以 培育自己個人的成長 嗯 因為是一個很複雜的 音樂技巧 嗯 那 做得好 依然是好 固然是好 嗯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是想做好音樂 還是你想紅 嗯 如果你想紅 有千千萬萬其他方法 是 如果你想賺錢的話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做這件事 因為你不會得到你的目標 那 陳換仁真的幫到大家了 很多些細疾 細疾女說 很想做音樂 那 那 剛才Hendrin就說 跟你說 一定知道自己的目的 究竟你是為了樂趣啊 為了搵食啊 還是為了whatever 那 這一節完了 那 最後一節呢 我就要回去問你個人了 那 我眼中你很大迷惑啦 有演員啦 有這樣又那樣 究竟未來的歲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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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記得不要走開 聽我們最後一節 你的心聲 時間就過得很快了 那 藝術文化節目 老文青啦 Morris 就跟Hendrin 陳換仁聊天 我覺得跟他聊天很特別的 因為呢 他不是一般的 就是所謂做這一行的人 他是很有這一度的 所以他的東西是很有內容 很有substance的 最後一節呢 我就問你了 有一句說話 人到中年就萬事哀 但我覺得你現在到了新中年 你就萬事happy 因為你那個windows 鬼那麼多 你又是演員啦 歌手啦 音樂人啦 藝術家啦 還有什麼數量了 人 有沒有做生意的 失敗的生意人 那些不算了 好了 不不不不 我是一個成功的生意人 好 我擁有兩間studio 我一個production company 唱片公司 我擁有一個 好 那是生意人 就是這麼多 還是很… 很… 很開一番 有沒有做健身教練 這樣就多多一番 我有興趣 有興趣嗎 我有興趣做健身健身教練 有興趣做養生去年 養生 是呀 我想教一些上少少年紀的朋友 即那些二十三十 二十零三十歲 你不用找我 因為你想學 你貪那些東西 我沒有興趣給你 我也沒有給你 反而三十年以上 四十年頭 四十年頭 我絕對幫到你 五十年後 六十歲 因為我現在正在研究如何養生 要不要這麼年輕 我要… 你真是謙 很簡單 我要好運 我要健康 你要長命養著你的寶寶 未必需要那個… 太天命 要活得舒服 那怎樣呢 第一個就是你的身體 這個是我們的vessel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心態 心態就是我們的存在 我們的experienc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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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 很多東西都盡量 在有健康的角度去出發 健康呢 不是我fit了 我做…有一刻做到一件事 我就健康 那是… 你做到一件事 健康是一個場態來的 那怎樣保持這個場態呢 就是你天天要做的 那有什麼是你天天可以做到的呢 就是散步 是 那… 一天三十個半小時 一個小時八個小時 總之我是八公里 一萬步 這樣去… 你說話好像胡鋒 修哥說他九十幾歲的命 他是因為他經常走路 一天走幾個小時 那就是對的 那就是現在你保護後塵 就想活到百幾歲 修哥就對的 但是長命不是那個關鍵 是生活質素 我覺得 那你每天走幾歲 你便會血液流通 肌肉不衰退 很嚴重的 很多朋友的爸爸媽媽 都需要再跌跌 而是沒有人看到的時候跌跌 那怎樣不跌跌呢 就是下身足夠力量 是啊 所以散步是最好的 而散步是免費卡路里的消耗 而且又說不知道 整個人開心了 那些沒想著 那些沒想著 看你散在哪裡 如果你在銅鑼灣散步 就難一點了 如果你是廁所山散步 就容易一點了 如果你在龍脊那裡散步 就容易一點了 那關鍵是呢 散步是可以重複的 你不會第二天覺得 我腳很痛 我不想再走 這個是個關鍵 都不是的 都不想走 我都是散步 但是懶得起來 又要出街散步 那我打一打你的屁股 你是一個很任性 很頑皮的叔叔 懶 好了 先說回正題 陳滿人這麼多煩躁 究竟未來幾十年 你怎樣走下去 包括地區 你由台灣有名氣 香港 內地 新加坡 多謝 你可以說很多選擇 但都是選擇困難症 請問你是怎樣 有什麼就做什麼 隨緣 即是你真的隨緣 對 非成物妖 非成物妖 但是你自己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人的人生 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有很多選擇 但很多選擇是假章 是選不下的 你覺得在這裡 但如果你選擇了它 你是選不下的 或者你是行不到第二步 不是的 其實你這句說話 我很喜歡 非成物妖 因為有時去到某程度 特別是我們這年紀 實在認識人 認識得太多 很多時候 這個叫你這樣 那個叫你這樣 在邦尼邦路是挺累的 所以我經常想手機打 非成物妖 但我想問 你真的沒有焦點 說這是我的刺 沒有的 即是說我要打擊到這裡 打擊誰 演員 好嗎 例如演員 我現在發覺跟你聊天 這麼好笑 你是一個好的commedian 多謝你 你沒有想過 演員是你的重錘出擊 那要有機會才行 那你有沒有想過搞洞篤笑 有想過 有想過 洞篤笑已經是王子華退休 你可以填補空間 有很多人 葛 那些大你一輩 你年輕一輩 你一輩是不是沒有人 沒有啦 誰這麼好笑 很呱乾多 你現在的人喜歡苦 怨 那些 你年輕 再細細你很多 那些什麼error 那些 剛剛這一輩是真兇 好啊 不如我們搞洞篤笑 好嗎 搞完這個 十月五號六號 陳換仁在東浦 有一個爵士的show 搞完就麻煩一些投資者 繼續搞洞篤笑 我們唱完著事 喝完威士忌 然後看看何時日子去洪館 搞洞篤笑 但我想問 但你寫script ok 我寫script ok 我寫script ok 即是你會一邊想到一件事 有得笑 有得笑 我會申請你寫 哈哈 我好貴的 對不起 你打吧 打 打 不是呀 真的香港人現在 不行 我申請Whatsapp幫我寫 我申請Whatsapp幫我寫 找AI 我幫你欺負了很多錢 但現在香港人是很 不要AI 我不相信他寫 我自己寫 但我想問 你做完你有得好 我估計你普通話應該是流利的 普通話 ok 即是不會嘖嘖嘖的 台灣可以開到洞篤笑的 文化不同 對 是另外一個劇本 那你新加坡現在離開了那麼久 又是另外一個劇本 是不是新加坡的國語 華語 不是華語 好像新加坡的英文 不是英文 即是有另外一回事 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們說完 剛才我問你發展哪一回事 你說隨緣 隨緣 以地區來計 你現在有很多地區 內地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或者最新馬來西亞 都開始有自己的 威風和電影行業 你會否在地區有所選擇 成你貴言 希望有人敲門 但你有沒有想過 一天我回新加坡發展 沒有 為甚麼呢 太熱 是否有人不找我 回去做事 即是隨緣 未緣到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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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另外 通常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說 不行 到現在我要開始做導演 拍電影 即是大家 有考慮過 但我認識很多導演朋友 他們的工作範圍 不是我很渴望的一個生活方式 他們不睡覺 那倒是 大部份 他們周身骨痛 是的 如果有人肯 請我做一個角色 我超級樂儀 如果要自知 就棘手 沒有 因為有一個風險 簡單說 如果要自知拍電影 我會想 現在的我會想 我買 我買 S&P 即是S&P的那個index 會不會比較 會不會少一些風險 但不是 你那時候爆出來 我沒記錯 2010年 你拍過李小龍 是不是入行電影 那部 是的 為什麼李小龍會找你 做個角色 這個是緣分 不是李小龍 李小龍是李治庭 那部李小龍 是的 我知道 他們不知道 他們以為你是70年代 拍李小龍的寶寶 不是 那為什麼 那時候 70年代的IP 我有做過黑仔爸爸 我做哈摩 在TVB 不是 在舞台劇 我做Louis Castro的兒子 為什麼你會來到香港 做人的兒子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找我的 就好像我拍李小龍 不關我的事 是梁家輝看電視 看到我和MCG還在宣傳 說這兩個很適合 做李小龍兩個朋友 有一個小麒麟 一個鞍仔 我就做鞍仔 然後拿去金人獎 即是梁家最推薦給導演 是的 導演就是細蚊 細蚊導演 細蚊導演 就很happy 我們加入他的大家族 然後就 是個大家族玩了幾個月 然後就回來 然後拿獎 然後大家就嘻嘻很happy 然後我也很happy 最happy是我爸媽 你拿了什麼獎 新人獎 新人獎 都不容易拿 我前一年是李志廷拿 所以這個 這個緣分是一班人的緣分 你都很有才華 音樂又拿獎 電影又拿獎 其實你真的很適合做這行 多謝 動篤少 你說下一個 下一個做電影導演 動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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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有沒有回到內地 想探討一下 有沒有發展 還是你這個市場也是隨緣 隨緣 我有 你在內地市場 有 南邊多於北邊 那在內地市場 做什麼 在內地市場 唱歌 唱歌 歌手 唱 concert 還是錄唱片 唱歌 演唱 那個經驗 正不正 正 好玩 收入多一點 多很多 多很多 那你隨緣 就離開了這個市場 你沒有說 有些人 我回到哪裏發展 既然機會 那麼好我就 留在那裏 哦 不會強求 你又回到香港 很近 是 這裡去北京都很近 都不近 四個多小時 你試去英國 是 我們很有趣 我們香港人有時候 我們叫大融爐 其實陳焕仁本身 就是新加坡人 但是現在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 很香港人 我家人覺得我變成一個香港人 因為你的廣東話這麼好 謝謝你 真的好 除了幾個音 我聽到是不太正 你總不看 是嗎 還有 你懂得我們的俗語 不容易 你說我俗 低俗戲劇 是的 那個不行 那個粗口 那你是不是感覺很香港 我很喜歡香港 如果香港人都覺得 我是自己人 自己人 我很開心 因為香港是我的家 我的心已經在這裏落地 你老婆也是香港人 是的 愛在香港 愛在香港 我想問 你回到新加坡 會不會已經很默契呢 我的新加坡朋友說 我離開了那麼久 十幾二十年 我回去 和你一樣 甚麼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表面我會答是 但是 說真的 你回去幾天之後 就是這樣 又適應了 很快的 很快的 那麼 新加坡的文化 是 壓立不到 永遠都不變 多元文化國家 多元得理 是不會變的 是的 所以 我回到新加坡 我發現 我好像沒有離開過 是的 都是這樣 你到街 又是那些東西 吃那些東西 都是那種味 是的 可能會好些 可能會差些 但是都是差不多 都是這樣 我的感覺 如果你比起我80年代 的新加坡和現在 喂 法國都不知道 哪裡人口湧過來 以前有空間 你現在覺得 去到哪裡都是人 是嗎 逼過香港 其實整體很逼過香港 哦 你香港 日頭不出街 哈哈 你試試在香港日頭 出街也多天 是的 我想問你 你在哪區 我香港人那些東西 是的 你在哪區出沒 通常現在 你說香港 港島 你的Studio都在香港 沒錯 台灣 不是 黃竹坑 很近 所以就是神埔 哈哈 哭上班 是嗎 有空在深水灣 游賣個水 是的 去沖一下 太好了 一個這麼完整 令我們羨慕 這麼開心的人 很希望你這個 陳換人 ROGERS Show 成功 謝謝 請問你現在 在做什麼 準備 讀歌 排歌 編曲 Rundown 說什麼 現在就要考慮 說什麼 都是你自己寫的嗎 是的 你不交給別人寫嗎 不用 你要很個人的 不是我特地的 我自己 我自己會順利很多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人家寫給我 我都要轉 因為 對我來說 很多 很多東西 不是在拍廣告 這樣說的時候 會很不自然 通常說得這說話 因為本身有才華 沒有才華 那些 就叫他當一句 都死得了 不是 有時候要官方一點 有些名字不可以錯 譬如 藝文館 可以文藝館 館就是銀 一定有藝文館 所以這些要落定 但有些東西 是比較考慮化 自己會比較容易 有些東西是不需要一定說的 說了就說 說不到就不說 是的 那 拍劇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拍電影都是 他們會給 一抽字 有時候 記得在上海拍電影的時候 我在上海拍過電影和電視劇 是的 蹲了一年 半年 一年 那 我記得 有 是配音 還是要你的真聲 不 是真聲 要你的真聲 所以 那時候 可可玩 對手是影大級的 一個林寶儀 一個姚安蓮 還有一個影大級 我忘記名字 我第一場戲 是 我很退 然後我有一個情緒的崩潰 兩頁子 然後 不給改字 我背了一整天 內地 一試試 一場一場 過一場戲 不給改 那我就吞 吞 吞是很辛苦的 但是 國語 你想想廣東話 有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我拍攝 Siccom Siccom就是 你差不多 那裡的意思 我給你過了 然後我看到黎宇祥 在走廊 就是隔離廠 他說 他竟然在背 在陪回 我說 阿士大 你為什麼要背 他說 你看一下 文言文 那我就特意收工 留下多兩小時 可以看他那場戲 他和米雪 那 雪姐坐在那裡 然後他就 噴 中間 NG Edit 再離過 一路落 兩剔 說了多少 說了這麼多 之後我拜他 因為他給我看 我不停讀 沒有可能 做粵劇 我見那些 四個小時 我見一個人浪費兩天 回到四個小時 去劇本 還要唱 那些沒辦法 但那些人可以拉長音 你忘記了 你忘記了 就 抱歉 我替他道歉 好 我們一起抱歉 希望有機會上來再聊天 或者動動小語花位給我 你想動嗎 拖一下 拖一下 好 你想我留幾分鐘給你 好 你夠膽 我夠膽 真的嗎 殺你了 好了 殺你了 完了 好看 記得按訂閱 10月5日 6日晚上 7時45分 星期六星期日 早點來 因為6時開始 便可以免費酒 到時見 還有那個地方 就是新蒲崗的工廠包住 叫東蒲東華三院 屬下的一個表演 運動場地 到時就看看 我們的老文青 會否真的帶到一百個人來逼我脫衣 是的 我會逼的 他摸不摸就不知道 到時大家拭目以待 我也拭目以待 他能否娶到一百個人 哈哈 尋伴侶大眾歡樂趣 求伴侶愛他思心碎 陳芳金曲夜繽紛演唱會 做一對紅戴女 美而來自天仙 英分是做細節 它是否是呢 經典金曲 摧殘繽紛 摧殘繽紛 是否是呢 愿我分 愿是水中緣 情味道 始終深不透 醉佳拍檔 友情對唱 演出日期及地點 2024年10月7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門票演於城市售票網 公開發售 節目查詢8111-8111 聲給靚聲 盡在還聲 秋歌夜宴 舞站歌台 莫玉秋顏聯舞 感激跟你遇上 相識一場 好好唱聚 2024年10月10日 傅林皇宮石門店 訂座電話8111-8111 星級靚聲 盡在還聲 盡在還聲 每一天 每拳歌時一尾場 卻一天 到來 梁瑧 沂 dent